很多其他件 那他承认其他件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只要多承认 你就可以多活一阵子 因为你还在调查别的案子 所以法院某程度 他也是因为这个角度 就是警察也是因为这个角度 就是说我就不想让你再继续脱下去 反正你就是一直反正我不停承认这个 不停承那个 我一阵段承认的话 你就一直调查了 我就一直活嘛 他就一直活下去 所以这个是他 应该讲警察他去揣测 他之所以承认这么多其他东西 是他因为想要拖延 拖延 对啊 所以这是一个警察不想去管的原因 那另外一个不想去管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边已经查到某一个程度 已经查到某个程度 如果突然才讲说我抓错人的话 那警察怎么办 对 就那天我去演讲那次 我就讲说其实整个司法体系 大家心态就交代了 就是我要给一个什么交代 你看从这些案子 警察抓人一直到法官审判 他其实他都在想说我给社会一个交代 他并不是要想要去看说 是不是真的这些人做的 或真相到底是什么 他只在想说我如果判无罪 或者说我如果说怎样的话 人家会怎么看我 就他们脑子里的重点是在交代 所以当然他就算他犯到一半 他发觉他弄错了 他也没办法再勇于承认说我弄错了 这是为什么这是会一直讲说就所下去的缘 所以如果就这样子的角度来 那个叫做英美法系的陪审团 是不是会比较减少这种可能的怨案 因为陪审团某程度来讲 因为他的面目就模糊了 因为人很多 而且他是一般民众 所以即便最后他们认定是无罪的时候 他们不会变成剑吧 因为法官很容易变成剑吧 其实你看 其实某生态其实法官他还蛮无辜的 你看比方说他判 比方说像之前那个白玫瑰 他判亲的时候大家会去攻击他嘛 对不对 其实法官他 大家一直错误认为说法官拥有 具有一个一定要去抓到坏人判有罪这样子的功能 其实法官某程度他只是非常被动的在那边 你检察官送什么人来 我就看是不是他而已 你抓错人我能怎么办 可是问题当法官他真的判这个人无罪的时候 他面对多少人的职责 你看新闻他会怎么报 新闻就会讲说 为什么这有罪他把他判无罪这样子 那尤其像 你们那样怎么就比较好一点 因为被害人家属没有 每一听都到那边 然后大声的在那边 那他们会大声的很激动的演出吗 还好 因为陆正那个案子 陆正他的爸爸是很激动的人 他每一听都会站在那边 然后骂律师 然后他就是 就是断骂一通就对了 所以法官在那样子的情境之下 其实你要他判无罪 他会很大的勇气了 所以陆正在邱和正在案子 他是不是可以罚犯 很大的压力 对律师而来也是 我们只能就是我们不看你这样 所以你看他你有时候你也会生气 那这生气其实你跟被害人家属对抗 其实不是好的策略 所以我反正就跟你想你我们就 当然我觉得他们的心态我们都可以理解 因为对于被害人来讲 当警察跟他讲说就是这些人的时候 他还能相信什么 他就只能相信这样而已 你很难去要求他用一个公正的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了 有顺利是说他的那一个演出就会影响到法官 我们这阵子都去就像那一天在中正 这个事情设大,各个设大,设大有一个计划 因为我觉得他问的也不错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说邱和胜这个案子从侦查 然后他有一些行求 他行求的重点一直是要他们交代他是如何绑架 但是呢,我们知道他拿到那个事实上绑架 他拿到一百万了 那到底警方的自白里面有没有交代 这一百万是怎么分给邱和胜这十二个人 有,最后一定有一个版本就是大家怎么分的这个型 一定有一个这样的版本 最后一定有一次比如说谁拿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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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 大家都是一致 没有没有问到一致的 法官会采用一个版本 应该讲说那个也不是这个案子的重点 其实这个案子其实很好玩的 就是法官唯一认为就是大家一致的一点就是 我们大家都做这件事情 法官认为一致是一致在这个地方嘛 其实每个人讲的细节 细节多少都有些出入这样子 可是法官认为那些都只是人的记忆的一些差别 都不重要这样子 重要就是你们大多说你们做了就好了 像那个死神的交易里面邮律师讲的 认罪大抵相扶 他们的认为就是说你们大家都做了嘛 那其实有一些些微不一样 他们说你们不能因为那些小小不一样 人类记忆是有些时间久了就会有误差 你们说他们讲都不是真的 所以他 他就没有看到C体 他去时的没有 他有其他的证据说 没有啊 因为最后有两个人 他们讲说他们两个抬着 他把他丢到海里去 对 因为有两个人这么讲吧 所以法官就相信他们两个讲 但他们两个这个证词 如果可信的话 就第一个 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被冲走了嘛 第二个就是真的死了 才丢了嘛 就是法官是用这样子去认定的 否则其实是没有找到尸体 那其实那个尸体 那个其实大家如果看下 看就知道 其实他们的讲法是 从这里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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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变地开往 对就是到 到处的 因为 其实变一遍是 他们问嘛 就讲一个地方去找 一定找不到嘛 找到后来再扁他嘛 再找一个地方嘛 那后来当然人是 即便是 那么小小朋友 还是很聪明的啦 结果就想到说丢到海里去 找不到很正常这样子 这样子不会再继续被冲 但是这样子 所以后来最后的版本是丢到海里 我不知道丢到海里 但是去警察教他们讲 他们自己想不到 这个就不太清楚 不过最后的版本是丢了海里 他们之前讲了好多地方 防空洞啦 什么这个 什么地方啦 青草湖啊 就很多地方 对啊 有什么宝山啊 讲很多地方 香港问 像微怀从尼林师所说 清草术管 风水齙 放光 在看看有没有实体 结果搞得不到实体 对啊 她继续被扁了 看你没做这么多事情 就拿去牢 就被扁了 所以你說有一個疑問 有些人會疑問說 你自白每個人講的不一樣 那會有人講說 那他們故意講的不一樣 不弄警察 你不能說因為他們自白不一次 就說他們不是真凶 其實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一開始最原始的問題 就是說 這個案子從一開始的時候 大家應該都有聽 有一句講案子從開始的過程 大概是怎麼樣 就是說 他其實一開始是 他們那一個集團裡面 一個小弟然後出來 然後檢舉了 那比例上來講 這個小弟應該是最沒有說謊的 因為他是出來檢舉 他應該是 他頂多只有講說 跟我沒有關係 他應該可以很坦誠地講其他人的事情 他沒有必要去講別人說謊 可是那個人 一開始出來一直到在10月 10月7、8號之前講的東西 也都是李尼大拉的 他一開始前面講其實他講的也都怪怪的 那即便到了後來他講出來一個最完整的版本 這是10月8號一個筆錄 那筆錄很長 大概後來判決所引用的整個故事大跟他講的那份筆錄是相符的 可是即便是那一份筆錄 可是即便是那一份筆錄 仍然有很多的時間點是跟陸正他媽媽講的不一樣 不要說什麼時間打個電話這樣子 還是很多東西講的不太一樣 對 可是問題是說 那一份筆錄後來很好玩 他10月8號先做一份筆錄很長嘛 然後過了幾個小時之後他又做短短一份筆錄這樣子 就是警察說剛剛你講的話實不實在 他說我有一些保留這樣 哪些地方保留他就開始修正他那些部分 所以顯然就是說其實警察他在 就他前面他有人一直在問嘛 然後後面可能就有人在翻 可能就在翻些郡宗資料 他讓他講一些不太對嘛 等那段結束之後他再回過頭 叫他再修正他講的不對的地方 就是那一份之後大概就以那一份為藍本 大概就是那個大概是比較完整的一個故事 這樣說後面就是其他那些人就開始要照著他那個去演就對了 就開始就跟他那個開始去吻合 過程大概是這個樣子 你那時候警方很聰明 他做了一個最完整的版本 等他後面再說完整發辯 可能有一些差 他在鼓子裡面有一些錯誤 其實裡面有些東西其實確實是有問題的這樣 那你就會覺得很好玩說 為什麼一個出來當秘密證人 他應該是最有誠意去坦承去講 然後他講了這麼長一段故事 大部分都已經講了 他為什麼還是故意要有些地方去講 不對呢 這其實沒有什麼道理 秘密證人是為了講金還是什麼 其實一開始 他本身也是廣東被告過 他也是廣東被告過 他也是廣東被告過 他最好自己也沒想進去這樣 因為警察就會講說 你怎麼可能知道這麼多你沒參與 他剛好分點 他媽媽不是有領到的 有啊有啊有啊 有啊有啊 雖然那個後來有點羅生門啦 就是他們自己 就是他後來講說他們沒有領到的 可是有書面的資料是有領到的 所以到底有領到沒領到 大家也是在亂扯就對了這樣 或者說他當初只是想去檢舉 就講講可能就檢查說你怎麼可能知道那麼多你沒參與的話 就講的話他自己練也自己就講進去這樣 所以這段故事可能我們下次安排去去遊覽的時候會去找這些據點 我們律師有去走過一次的 就是當作交流的大家 其實是地點嗎 沒有就是從那個聯尾補習班 現在聯尾補習班已經拆掉了 那邊就是已經 新竹的聯尾補習班 對就是已經沒有那個招牌了 不過那個地址還是有 就看就從那段大家開始開車這樣子 對就一直這樣 對就一直這樣 有律師帶可以 就反正我們大家就拿那個GPS線很方便嘛 對就開到青草湖這樣子 然後寶山跟後面這樣開到竹南這樣子 然後去竹南就去龍鳳港吃海產 哈哈哈哈 吃完海產然後再跑到那個 就是旗艇的海邊 旗艇海邊 沒有沒有我們去那個 我們去旗艇的海邊去看這樣 嗯 那你有沒有什麼新發生 你有沒有什麼新發生 沒有 其實當然就是那個路其實很長啦 說實在的 就是 其實原本那天是原本還想就看看那個 就是另外那個案子那個溝啊 那樣那個後來是下大雨的話就沒去 想問柯宏 柯宏那個案原本想就看到那個溝 對對對對 後來就是因為下大雨的話就算了 所以說其實他那個那個什麼 從陸正六點十十分時鐘嘛 到那個888車行其實中間要很久時間了 因為我們好像還要再找一下路來幹嘛 其實大家也開了快一個多鐘才說什麼 嗯 無錫子到那樣 那其實 陸正那一段其實也是 因為其實在羅濟勳講出來那個完整版本之前 其實陸正到底什麼時間詞大致都 就大家都是有很多的講法嘛這樣 有人說可能還我多活了一晚這樣 就是反正就 當天就死了 死就是怎麼丟的 是馬上就丟呢 還是先放到那個 就是他家這樣 反正就是很多的講法 就是那個也是一直慢慢慢慢的才一樣這樣 最多才形成共識啊 那大家有看過那個公共電視做那個 那個那個嘛 死神的教育 對對其實 死神的教育 對其實它裡面有一段就是有兩個人在討論案子嘛這樣 那其實他那個征訊錄音帶有好多段其實都是這樣 都是說那你跟他研究看看這樣到底是怎麼樣這樣 那其實這個研究看看就是說 你能要跟他趕快 跟我們趕快的地方 你就趕快瞧一瞧這樣 瞧到一樣這樣 你不要讓我記出來兩個都不一樣的這樣 然後兩個人就開始講 啊有這樣的嗎 沒有啊 怎麼那麼像他講 然後來這樣扯這樣 這裡面就充滿了這種過程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交代嘛 警方會覺得說你跟他講到清楚了 一次了 你跟他趕快我就可以交代 我就可以記筆錄了這樣 那可是 繼承的筆錄來講 你看起來是個很乾淨的一個記載嘛 就是說的怎樣怎樣怎樣這樣 可是那個中間的過程就是你看不到 除非你去聽的 我問一個問題 因為我有接觸阿強的案子 有接觸 我會覺得很奇怪就是我們的法官是不去管那個筆錄背後是怎麼製造出來的 他只只要警方弄出 我覺得阿強他那個也是這樣 就是某一天某一個嫌犯漏網之後 他突然在那一天就可以講出七八頁很完整的案情 然後以後就是用這個做版本 對法官來說其實法官法官都困難了 因為法官也不是神 他沒辦法做時關機回到過去看案發現場長什麼樣子 那以台灣的法官 我不曉得大家可能不曉得法官訓練怎麼訓練 就是那個法官訓練所他們的訓練就是他會給你一碟卷宗這樣子 你現在都是真正發生過的案子喔 他就把那一碟卷宗丟給你 然後叫你然後去試著寫出一個判決這樣 那那個所以法官從他在當司法研習的時候 他做的訓練就是他就是在看文件去寫判決 所以他接受的訓練並沒有大家所關心的那種 就是說這個事情是真的嗎 這樣子我要問你我要看你講的反應這樣或什麼 他其實他的訓練其實就是我看了一堆紙 然後就寫說判決 所以當然我覺得這個就是訓練上的問題 而且就是說其實台灣長期以來就是比較注重那種 就是書狀跟筆錄這種東西這樣 那像我們那個時候就是生活順帶 我們也是把那錄音帶我們覺得有問題的部分 就通通都是當天播放就是做了一份筆錄下來這樣子 可是那種阿渣法官看了他就覺得 他說他還是用那個就是警察鞋標剪結那個版本的這樣子 我裏面還很激 所以這就是法官他受的訓練是這個樣子的 所以在日本的話他們做法變成是說他們 那些筆錄他們不會一開始提出到法院這樣 所以基本上講日本他們都還是要把每個人傳到法院來讓法官來問這樣 除非在法官問的過程中他講了一套跟他之前在外面講的不一樣的東西 檢察官才拿出來說那為什麼之前這樣講 否則基本上都要讓法官自己來問這樣 因為這樣的過程畢竟比較不會那麼深入為主 那像台灣的話就變成說就你一點就送過去 這樣法官就已經看完了 他受的訓練就是我自己看那個東西我就在寫 其實那個就跟你抓錯人是一樣的 一開始抓錯人後來他也沒辦法回頭了 那法官他就已經接到就開始發現都已經做到這個程度了 那他就看一看那他也沒辦法 然後他最後就會相信那一套東西 就一路沿著下來這樣 那我相信其實後面那些法官多多少少心裡都會有一點點覺得是哪裡可能有點怪怪的 可是他或許沒有那麼大的勇氣真的就是說我就說他無罪這樣 我覺得這個是台灣法官我覺得就是真的沒辦法 如果因為社會又沒有給他足夠的支持給他那樣子的一個 那還有那樣子的地位覺得說我只要講這樣大家就會相信 因為大廠把法官罵到臭頭了這樣子 所以法官他也沒有那種自信心 他也沒有也沒有建立一個非常讓人信賴的 對啊就是他沒有那個自信說好我今天就講無罪大家敢相信這樣子 其實他就跟他這樣子 周戰春說阿北龜放出去 這個放出去還是換了把法官就被換掉 對啊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的制度要改的地方 陳律師那個死刑的交易 那個